我抱出來以後 他就跟他說 寶貝 你看一下喔 那個時針子到三的時候 媽媽就來接你了喔 有一天有一個媽媽抱著 他的毛寶貝來 大概三分鐘又馬上回來 他說你可以把我的寶貝 抱給我一下嗎 我忘了跟他說一件事情 坦白說 因為年輕所以覺得有點傻眼 我抱出來以後 他就跟他說 寶貝 你看一下喔 那個時針子到三的時候 媽媽就來接你了喔 其實我每次講到這個故事 其實我都會 都還是會很感動 不是只有幫他們洗澡剪毛 我們可以再多為他們做些什麼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因為他們不只是寵物 他們是我們的 還有每一個客人的家人 其實不管我說的再怎麼樣厲害 或者是再怎麼樣感人 我沒有養寵物的人 是沒有辦法體會的 對 都不會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